接下来看第六题 If you forget to bring an umbrella You'll blame to wait 他说如果呢 如果我们现在是代替未来事 如果你忘记带伞的话 你将会淋湿 忘记去做什么事情 这复习是 Forget remember 是记得 Remember Remember Stop Forget是忘记 记得 停止 这三个呢 他们的用法一样 已经做过的用 V-I-N-G 还没有去做的用 2加元V OK好 Forget是忘记 Remember 记得 Stop 停止 OK 做过的用 R-I-N-G 还没有做的用2加元V 好 那你看 忘记带伞是没有带伞 所以用2加元V 好 那就带伞的话呢 你会淋湿哦 后面就可以用未来事 未来事 好 就是过去事 OK 真的这个不对 好 所以选C 你将会淋湿 好 你记得 if 他在讲未来的状况的时候 因为他未必会发生 OK 所以是if加现在事 然后后面就可以用未来事 OK 好 第六题是选C OK 请看第七题 15 workers in the factory are men and the blank are women 他说呢 在这个工厂 victory是工厂 这间工厂里面呢 有15个工人是男人 好 victory是工厂 来 15个工人是男人 好了 你看工厂里面 是怎么样 不是男人 就是什么 女人嘛 是不是这两种 对不对 好 来 所以是怎么样 那个 又是这个分东西的概念 好 分东西的概念 然后记得 因为那个 那个人是不是工厂 你看这是r是负数嘛 对不对 所以不能 我也只有里阿德 里阿德是 知道吗 至少是一个分东西 也没有男人女人嘛 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啊 然后也没有15个 好 15个 OK 12345的7 9101112是315 12345的7 911112是315 15个都男的对不对 好 剩下女人 对吧 几个不知道 好 就随便这样子 OK 好 现在这些都是女人 不能这么多工人 然后这边15个男人 这边女人 所以是什么 负数the others 所以是选C 因为这个2是负数 然后呢 两种 不是男的就是女的嘛 两种嘛 所以这边剩下就是要什么 the others 这个不对 但是不对 所以选C 第七题选C 第八题 这个蛋糕 the cake tastes great 这个蛋糕尝起来好好吃哦 我可以再 要另外一个吗 Can I have another 我可以再要一个吗 另外一个吗 Can I have another 好 这个 第八个选 第八题是选A 我可以再要一个吗 因为他已经吃了 已经吃过来觉得说好好吃 对不对 所以他要再要另一个 另一个 OK 另一个就是another 他并没有特别指定要拿一个 也没有 就是说 这个口味 一样口味的蛋糕 我要再一个 OK 另一个 另一个蛋糕 好 所以呢 另一个就是什么 another another 这个another 就是another 一个其他的意思 一个其他的 other的原因就是其他的 一个其他的合起来变成another 知道吗 another 这个没有加an的对 它是 不是用符数 然后呢 也不是吃最后剩下的那一堆 所以不是这个观念 所以是第八点选A another another 好 那如果说 他好贪心哦 我要再三个 你可以用这样子哦 another 可以这样子用哦 OK 好 他后面another 他就是 等于说 把这个 这个咖啡 很好喝 那个 我要再另外三杯 要外带出去 another 三杯 我再三杯 另外一个三杯 就是 一样 同一种口味 就是 我刚刚喝的那一种 我要再三杯 another 他可以这个用法 后面叫一个 复数的数量 OK another three cups 就指 我刚刚前边 合过的那一种东西 同一类的 然后呢 我要再三个 另外的三个 another three cups 也可以这样用哦 OK 好 那这边是什么 另一个 你如果说 要再another two 也可以 好 这边没有这个选项 就是another 我就要再一个 他没那么贪心 他要再一个而已 然后这边是要什么 要再三杯 another three cups 可以这样用 OK 好 所以呢 这个地板笔 当然是选 a 选 a 他已经吃完一个 觉得好好吃哦 要再另外 要再另一个 另一个 another 好 地板笔 也是选a 再我们看第九题 the girl sewed my key on the floor and she blanked for me 这女孩呢 看到我的钥匙在地板上 掉到地上了 她帮我捡起来 好 是把那个钥匙捡起来给我 对不对 捡起来叫pick up pick up 好 捡起钥匙 把钥匙捡起来是不是很顺 所以这种 对 它是可分的 可分的话 记得代名词要夹中间 好 捡起来 所以答案是a 这个不对 然后take off是什么 是脱掉 take off是脱掉 这语衣不合 语衣不合 那这种take off 它也是什么 脱掉衣服 把衣服脱掉 它也是可分的 这个写法是对的 这个是错的 pick up 放到这边来 写法对 但是它的语衣不对 是捡起来 pick up 是捡起来的 捡起或拿起 还有呢 它也可以说接送 接送谁 那个pick me up 要接我 要来接我 pick me up 那也可以当接送 捡起来 然后接送 这是要把我捡回家 不要把我捡回家 接送 这上一次 第九点全 a 好 我们看第十题 my parents are both teachers 两位都是老师 好 来 父母有几位 父母 my parents 父母就有两位嘛 两位 好 要来分东西了 两位 两个都是老师 好 然后呢 一位 one 一位怎么样 有吗 另外一位 剩下的这一位 里阿仁嘛 就两个而已啊 爸爸妈妈两个嘛 one 里阿仁 这样子都吗 好 一位教英文 另外一位 剩下的那一位呢 什么 教 负学 OK 所以是里阿仁 里阿仁 所以选出 分东西的概念 有没有 another 如果在分东西里面 有没有是中间这一个 OK one another 里阿仁 这一个 这是one 这是里阿仁 one 然后最后剩下那个 就是里阿仁 但是又是里阿仁 如果剩下的有两个 就是加 s 里阿仁 是 好 然后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 的 的 这是里阿仁 第四题是选 Ju OK 好 那以上解题重点 OK 好